音乐 接下来给各位介绍 影响声音好爱的真音架构 这个真音架构有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AF Sensitivity 音频的灵敏度 另外一个是AF Input 音频的输入 我们刚才所讲的 之前讲的是有一个 AF的功率设定 当我们设定完成了以后 我们也透过一个旋流 我们就会进入到AF Sensitivity 音频的灵敏度 但是为了调整整个真音的架构 我们再把它先到AF Input 这个AF Input 我们先来去确认 它目前的输入是什么输入 我们按下去 它现在在Light Level 我们也已经有输入一些信号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头里面 有微微的一个信号显示 但是这个信号量是不足的 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信号提升到-20到-12 这个是最好的真音架构 也是最好的声音 那我们现在就说 虽然它有一个信号进来 不足 我们现在就是进入这个音频输入 我们先按进去 它现在在Light Level 我们可以把它旋转到成这个Might Level 那你看看 我整个调整完了以后 Might Input的首选择的时候 我们明显看到我们的信号量 已经有提升起来的 那当然这个信号量还是不足 那我们要从我们的混音器的部分 把它再调升上来 那这个什么时候要接 所谓我们刚才在讲 要接这个Might Level 麦克风的输入 这个就牵涉到我们的输入端 这个输入端一定是采用 Canon头的XLR的输入 我们一定要设定在Might Level 然后我们再来围过头来去检查 我们这个AF Sensitivity 那我们也按下去 如果现在是采用Canon头的输入 我们这个设定就要在0dB的位置 OK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围过头来去看 如果今天我们输入的时候 是采用6.3的输入 那我们这个输入点 我们就要改成Light Level 但是Light Level的信号不足 所以我们又围头到这个AF灵敏度 音频的灵敏度 我们再来做调变 我们从0dB 进入0dB的时候 我们把它按下去 以后变成黑色 我们就往上调整 你看看我们一直在调整的时候 它的信号量就一直起来 我们在-21dB 我们很明显看到 它现在的显示在-20到-12 这个也就是我们能维持最好的正义架构 也是最好的圣经的状态 我们设定完成的时候 再按一次 它就会跳出来 以上是给各位介绍正义架构的设定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